位于江宁区的3A级景区南山湖度假村是市民休闲的一个好地方 但是最近有微博网友爱特南京邻居里说 景区里边好多地方都设了关卡 禁止游人入内 为什么呢 理由是里边我们这都是私人别墅区 只有业主才能进出 景区里边能随便盖别墅吗 记者赶到了现场 南山湖全长11公里 湖面面积4000余亩 四周古墓参天山清水秀景色迷人 记者从大门进入后不到一公里的地方 就被一道关卡给拦住了 无法入内 记者只好来到另外一道关卡处 以朋友的身份探望别墅区内的一位业主 经过反复询问 门尾才将关卡打开 进门后 记者看到山栏上屹立着一个个精致的别墅 很多别墅门前还打造了凉亭水泄 甲山花园 正在一栋别墅门口施工的工人说 这栋别墅大概有100多平米 已经出售出去了 主人还没有入住 根据工人的提示 我们找到了物业公司 这位姓强的经理听说记者有意买房 热情的推销了起来 强经理说他们这里一共有600套别墅 因为环境好 一山傍水 再加上房子便宜 600套别墅现在基本都卖出去了 如果记者想要购买的话 只能购买二手别墅 但是购买这里的别墅 也得有个心理准备 那么没有合法手续的别墅 为何能建起来呢 强经理笑着说 这是因为开发商和政府签订了协议 随后他拿出了一份协议复印件 记者发现 协议上对房屋的定性为小木屋 原来这些别墅都是在原先 临时搭建的小木屋基础上改造的 看到记者有点犹豫 强经理立马表示 购买这里的别墅不会有问题的 别墅早在五六年前就盖好了 这么长时间以来也没有人过问 就在记者跟强经理对话的时候 一辆城管执法车开了进来 几名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迎了上去 一行人有说有笑的上了执法车 离开了现场 记者从江宁区规划局了解到 这里的600栋别墅没有审批手续 江宁街道表示 当初签订协议时 以为是临时搭建的小木屋 没想到开发商会擅自搭建成群的别墅 这些别墅属于违章建筑不能公开售卖 下一步他们在计划拆围的同时 会立即调查卖房仪式 临距离将继续关注此事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片子里边看起来 那物业和执法人员还很熟 关系还不错 这个事我有三点看法 第一 封景区禁止兴建商业别墅 这一点中央和地方都有明确规定 但是这个3A级的景区居然盖了600来栋别墅 第二 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签订的协议 是打着小木屋的旗号签订的 但是居然私自建设售卖没有两正的这种别墅 这是在违规的基础上又违反了协议上的规定 第三 那么严重的违规行为在五六年的时间里边居然就没有人过问 那些监管部门是监管缺位 还是不愿意管 或者不敢管 再或者本身就在利益当中 另一来自行为我们的 mindful灯 就是gram岛 沙论 和中央 这是道德 我们是一个诱强